爹 前幾天 你拿走我的那個盒子呢 你不提爹都忘了 在這兒 是這個吧 拿去吧 爹 這盒子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這不一模一樣的盒子 怎麼不是你的 不一樣 我那個盒子後面刻了一朵梅花 梅花 不就是一個盒子嗎 那梅花回去自己再畫一個 不行 那是開文哥給我畫的 五皇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皇上 昨晚太后病情反覆 幾次昏厥過去 幾次昏厥過去 所幸 上天護佑 金錢 才 贊同危險 是 那個還沒有 是 誰 那我 也不在 那她 我 皇上 臣以为皇上有不孝之过 纪晓岚 天下悲痛 你竟敢对皇上说这样的话 该当何罪 太后生病自然牵动国体 但皇上的龙体尤为重要 过于忧伤伤害龙体 于国不利于民不利 这便是最大的不孝啊皇上 纪晓岚说得有理 是风骨之臣 话不好听 可理儿没错 朕会爱惜自己的身体 传朕的旨意 各个省的都府 私到衙门 便放民间名医奇药 若能治好太后的病 朕不吝重伤 皇上孝感天下 一定会有神医出现 为皇上解忧 然 靖开文如此大胆陷害皇太后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请皇上下旨 将靖开文斩立绝 不可呀皇上 皇上 您可知千金买马骨的故事 齐威王因好马而不惜千金买了一副马骨 于是天下人都知道齐王好马 不出数月便买了好几匹千里马 皇上 您现在要是把靖开文给杀了 那以后谁还敢为太后来瞧病啊 姬大人 你不是伯乐 靖开文也不是什么千里马 而是七世道明欺蒙皇上的大骗子 杀了靖开文 就可以让那些只想着逃取封赏的小人们知道 如今皇上找的是治病的良衣 而不是什么鸡鸣狗盗之辈 傅大人 据微臣所知 那靖开文向皇上推荐药末 不是毛随自荐的 是有人向皇上举荐的药末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举荐之人 而来治这个举荐人的罪啊 靖疯子 你是想拐着弯的给本王罗治罪名 好救你那酒肉朋友靖开文吧 王爷此言诧异 下官绝无此意 下官的意思是说 傅大人 他是他是忌贤度能 他因为皇上说靖开文会至末 所以他因为嫉妒而怀恨在心 靖小兰 你血口喷人 靖开文这样的人不杀 这不知道今后天下 还会出多少江湖骗子 如果皇太后有个三长两短 你担待得起吗 你们还有完没完 还有点大臣的样子吗 靖开文怎么处罚自有国法 退朝 舅兄 成了 咱们的事成了 什么事成了 靖家先给皇上的八宝五胆红了 出事了 痛下了天大的娄子了 慢慢说 你别走 我已经接到刑部的吉令了 怎么了 说是靖家用假药木谋害重庆皇太后 责令本县将靖家一家老小统统拿下 你现在去拿人了没有 还没有呢 不过人马已经准备好了 舅兄 我是先告诉你一事 让舅兄你高兴高兴 我这就去拿人去 慢着 我还有一件事没办 什么事 我要去拜见一下我的师兄 跟他好好地叙叙旧 今儿个早朝 季疯子已复原斗嘴 情急之下 季疯子要追究给皇上举荐要磨的人 差点把我也给牵连进去 此时是我所为 干嘛要牵着阿玛呢 傻丫头 我是你阿玛 我怎么能脱得了干些 好在皇上没有再追究 这也是咱们的大幸了 阿玛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我看过墨经上八宝五胆红的记载 此墨确实能治毒疮啊 那他怎么能够用宴品给太后治病 差点给治死 不可能 锦家的八宝五胆红 是朝墨仙之后所传 一定是真品 那怎么又成了假的了呢 这 阿玛 你说为这事儿皇上会不会杀了金开文呢 这可是灭九族的罪 不单是金开文 他一家老小一个也别想活 阿玛 你是皇叔 你能跟皇上说上话 你去跟皇上求求情 先别让他杀了金开文 让女儿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再说行吗 丫头 此事因你而起 咱躲还躲不及呢 你还让阿玛去求皇上 这不是自个儿伸着脖子让人家砍吗 阿玛 我主意已定 我一定要帮金开文洗情冤屈 以为我自己洗情冤屈 不行 此事到此为止 你不能再牵扯进去了 阿玛 如果你不去救金开文 我自己去救 胡闹 我说一不二 为这样的狂生不值 我说值就值 哥哥 小姑奶奶 我给皇上上到折子还不行吗 是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把那本墨经密谱给我看看 好吗 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也是知道的 师父生前有过交代 此书只能我一个人阅读 说师兄不能聪明 看来师兄还是不想让小弟过好日子 我这样师兄 我用一件宝物跟你交换 你看怎么样 宝物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这个什么 师兄 但为 évén 为什么 astrolog客还有 sign 就是阿玛 要因此 何ancia 吃吃茶 他就要一人 就算死了 他会吹死我 就算是 第二次 家改了观印 它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里 不瞒你说 你献给皇上的那方墨 是我亲手制作的一方赝品 怎么样 真假难辨吧 你偷梁换柱 陷害圣母皇太后 你罪该万死 走 咱们建官去 其实那天在上朝的时候 我就跟皇上说过此事 皇上现在正在气头上 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这要和平时啊 就凭我老记这三寸不烂之舌 把皇上说高兴呢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可现在不行喽 多说一句话 都犹如火上浇油 于事无补啊 这方要末已经被我掉了包 你儿子的死罪已经做定了 能救你儿子的只有这方要末 这方要末我要毁了他 易如反掌 你抓我去见官 我死不承认我还告你个诬陷我 只是事情还没等查明呢 太后就驾赫西去了 到那个时候 你儿子就是有八个脑袋 恐怕也活不成了吧 武之鹏 你我都有儿女 你怎么就能够忍心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呢 天地有之 你定造报应 事实行 他怎么造报应 你能够多了 他想到有名字 你不想到这成功了 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好 好好 我换 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好 哥哥啊 别着急啊 再想想办法 我就是想去天牢 看看金开文 去天牢 看亲犯 你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再想想办法 去天牢 看亲犯 有了 管天牢那思域 我还真认识 他就雪尔烈 他一直啊 想要下官一幅字 我没写给他 兴许有招啊 等等啊 可可 拿上这把扇子 去找雪尔烈试试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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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师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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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这本末经秘谱不是假的吧 你自己看吧 拿来 拿什么 八宝五弹红 我说过吗 你说的 以墨幻书 师兄啊 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以命幻书 你 你 不把八宝五弹红交出来 今天我就让你出不了这道门 来人 师兄啊 不是我出不了这道门 而是你再进不了这道门了 来人 吴志鹏 我 拿下 吴志鹏 突然从上 吴志鹏 君 吴志鹏 明明 你 代表單刊 也不能 估计 但你 今儿皇上让他坐牢 他就是接下囚 明儿皇上一高兴让他出去 他的官籍就会升良品 怪不得这小子蹲了大牢还这么狂 徐大人 带路吧 公子 这边请 皇上 御膳房特意为您做的银耳莲子汤 请皇上用点吧 皇上 用点吧 皇上 太后这段身体可是日渐好起来了 那靖开文那案子 您是不是 这几天啊 不断有人送折子 什么 慎君王 季晓岚 刘庸 翁方刚 前一支 正板桥 都在为靖开文说情 朕也想为母后积德 所以 准备对靖开文从轻发落 最后一支 ить 草堂春睡池 新兄你好清闲呢 我就知道是我的客星来了 什么草堂春睡池啊 整天被关在这儿 你说不睡觉给他 这些菜都是从江南斋订的 二十年成的莲花白 保证你爱喝 这莲花白可是只有海淀才治得出啊 不知道我被杀头以后 还能不能喝到这么好的酒 进凶真是近人风范 你若真有不测 你真有不测 兄弟我每年会在你坟前道上 二十滩莲花白 这是你说的说话算数 我现在就谢谢你了 来 进凶大才生死小结不去管他 来 此事闹大了 我还不知道我的家人怎么样了 哦 我问过奏事处的人了 查查你家的圣旨 已经八百里加急发出去了 不过你不用急 圣旨上没说要怎么样 只是原地拘押而已 可是圣旨已经发出去了 早晚还不是一样吗 我看不至于 皇上虽然震怒 但他毕竟爱心名声 为了一块墨杀了你全家 让石冠记上一笔可不好听啊 你放心 我会为你周旋的 胆恩不言谢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 八百五胆红乃是朝墨仙所传 不会有假 我爹又是个老实人也不会作假 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疗孝呢 而且险些害了皇太后的性命 这是我打破头都想不明白的事 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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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呢 我说呀 你该去 不但要去 而且还要给我唱好 我要让全眉龙镇的人 知道我乌枝鹏的女儿 不但有貌 而且还有才 是才貌双全 她谁也比不了 爹 爹 你刚才看的是什么书啊 这个啊 这是一本末经秘谱 是专讲至末的书 讲至末的 这书啊 分为三卷 上卷讲的是图 他收录了秦汉唐宋元明的末行 中卷讲的是式 是讲尺度 下卷讲的是法 是专讲至末的方法 爹 咱们家有了这本书 就可以制造出天底下最好的末了 那不见得 虽然这本书收录得很齐全 可是上边还是没有杜鹃红 和八宝五胆红的制作方法 爹还是制不出天下最好的末啊 那爹 你为什么不去买一本 可以制造出天底下最好的末的书啊 呵 呵呵 谈何容易啊 就这本书我还是从近 就是专门 小师 !", 同学 江山埋在 大街天外 同海莲母席 草苍不忘的君子 天国一国的 师兄 我来了 怎么才来 我先喝口水 直着下海跳戏 演主角 你都不到戏园的来捧风场 衙门那公事繁忙 一时脱不开身呢 保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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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衙门里那点破事 有什么脱不开身呢 苏三呢 走着走着走 这些是住贷的军事啊 什么不妙 我在京城有位同创 今儿他捎了一封书信 说盛君王就为格格 和靳家那小子搞到了一起 盛君王的格格 逼着盛君王 去向皇上求情 结果皇上就不治他的罪了 这是真的 一封书信也许是道听途说 可是刚刚我又收到刑部的急件 还是八百里加急的 刑部怎么说 靳凯文尽赏得咱且不杀 严密关押 听候处置 这 这什么意思呢 不杀也不放 还严密关押 难道这还能要翻过来不少 如果皇上真的派人来查 调包的是一旦泄露 那可就 环可严密关押 这个靳尚德不是在我们手里捏着吗 我们想怎么收拾他 就怎么收拾他 关键是他的儿子靳凯文 在皇上的身边 一旦出了大牢找我们兴师问罪 这事就不妙了 舅兄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一故作气 往炉灶里再添把火 把金家彻底搞垮 添把火 我您哪 这世上的事情 说难办就难办 说容易办就容易办 关键看你怎么办 舅兄 莫非你已经有了妙计了 他不是给他父亲 写过一封家书吗 没错 家书现在何处 就封存在县衙 好 我们就在这封家书上 做一封家书 做一封家书 可君子 不为贫穷所动 那小人则不同了 万先生 这小人呢 爹 儿子 爹跟万先生说会儿话 你先出去玩玩 好 好好 慢慢跑 慢慢跑 宫 不 每一封家书 要宫 那么 能不能 否则 您 还要 皇上不是征用我师兄那方宝墨吗 这本来是件好事 可我师兄舍不得呀 他把那方宝墨藏了起来 用一块假药墨献给了皇上 结果皇上震怒 把他抓进了大狱啊 此事老朽略有耳闻 但不知抄录此书 与此事有何关联呢 我是为了救我师兄一命啊 因此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老先生 您只要用我侄儿开文的笔记 把这封家书抄录一下 别让别人看出破绽就行 模仿笔记倒是老朽的擅长 不过老朽还是不明白 这抄录家书如何能救得了尽老爷啊 是这样 皇上不是怪罪我师兄 给他献了一块假药墨吗 您只要用我侄儿敬开文的笔记 把这封书信做一下改动 那信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就变成了是我侄儿敬开文 叫我师兄献得假药墨 而不是我师兄有意的欺瞒皇上 那这样一来静公子岂不就是 老先生 我侄儿那您大可不必担心 皇上对他呢是十分的恩重 也知道他爱莫如命 加之太后也是有惊无险 过几日皇上气消了 他也就没事了 这个 你放心老先生 静开文是我的亲侄 我不会拿他的信念开玩笑 这封家书改动之后 表面上看是把责任推给了开文 而实际上 这恰恰是保护了 他们父子两个人的性命 既然如此 那老朽只好从命了 老先生 那我现在替我师兄 谢谢老先生 不敢不敢 老先生 是这样 这封书信 您只抄个开头 把结尾删掉就行了 好 这封书信 这封书信 您只抄个开头 好 不敢 你 似乎 自己去 我 这封书信 你 我 姐 我出去玩了 去玩吧 嗯 万老先生的字 可真是可以乱针 比例非凡名不虚传 哪里哪里 老子 这次是 这个境开文竟敢写信爱事 不让齐富 将八宝五胆虹献给朕 朕看他的胆子也忒大了 这个靖开文就算他爱莫如命 可也不能拿太后的性命开玩笑啊 靖开文身受皇恩 怎么能做出如此之举呢 皇上 奴才以为应该让刑部 验一验这信的笔体 看到底是不是靖开文所写 你拿着信件 到刑部 立刻检验笔体 喳 沈居王 朕听说 紫燕哥哥 一直觉得靖开文是冤枉的 如果此事真是靖开文干的 那朕 看他这回怎么说 这丫头 这真是鬼迷心窍 虽然能看到 人家的呼吸 却不在行了 你让我们现在 我也帮我们 我们俩正好 就知道 出来 我后来 似乎 他 虚拐 他 他 我 他 我 你 他们 官家的齐人子弟 我不知道给他说了多少 有才的 有貌的 有官职 有战功的 有家产万贯的 不知道给他说了多少个 可他一个也探不上啊 那他想要什么样的呀 奴才实在不是人 奴才回禀皇上 那封信经刑部刊业 确实 确实是近开文所写 其军之罪 这个近开文是活到头了 万老先生 您就告诉我吧 我爹是不是让您抄了一封 靖公子的家书 老夫是抄了过 不过不是全部抄录 而是把那封家书的 前面的话抄录下来 把后面的话给删除掉了 那信的本意是 让靖老先生 将药末献给皇上 可是把后面的话一删除 那意思就全变了 那变成什么样子了 变成是 靖公子暗示其父 不要把药末献给皇上 这不是害了凯文哥吗 那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小姐 你爹的意思是要救靖老爷 让靖公子呢担当一些责任 这样做 就可以搭救靖老爷 可没有救了靖老伯 反而害了我凯文哥呀 小姐啊 这是你爹的意思啊 不过 靖公子那封信啊 我还保存着呢 将来对不公堂啊 我这儿有证据啊 你还保留着 那您藏哪儿了 那家书被你爹烧了一半 我是从火中取出另一半 恰好是后面那一半 这足以证明啊 靖公子家书的原意啊 这就好啊 对了 万老先生 这封家书 您一定要好好藏着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啊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要你帮我救出靖开文 你想贿赂本官 这是一点小意思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你放心 你不会掉脑袋 一切责任都在我身上 不是掉我的脑袋 是要掉你的脑袋 我现在就法办了你 看来季大人说的没错 你为人正直 急功好义 我乃朝廷命官 镇守天牢 是我的职责 你如果再多说一句刚才的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 难道季大人的面子 你也不给吗 要不是季大人的面子 我早就抓了你了 站住 格格 你大胆 格格 你到底是谁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盛郡王的格格紫燕 你是盛郡王的格格 小的是礼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金大人不能死 他这案子扑朔迷离 我一定要弄明真相 一定要救出他 本朝以来 还没有人犯从偏牢里出来 格格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徐大人 你能不能带我 再见他一面 好吧 金公子 我今日来 不是来请你吃酒的 是想问你一件事 说 你可曾 在给家父的书信上 暗示令尊 不要把八宝五胆红献给皇上 而是献一方假墨呢 此话怎讲 没有的事啊 那你在书信上是怎么写的 这封家书 是这么写的 祖传之末固然珍贵 知子末若父 父亲大人深知儿子爱末如命 故舍不得将末献出 然 为了皇太后的圣体 为了朝廷设计 舍不得也要献出 敬献给圣上 以谢皇恩 大致如此 是这样 那在梅龙镇 你们有仇家吗 梅龙镇只有我的高堂 没有仇家 你好好想想 用不着想就是没有 那除了你们静家 在梅龙镇 还有至末的吗 有 谁呀 我爹的师弟 叫吴之鹏 他是当地支县的大舅哥 但是他们家墨房 制出来的墨 一直比不上 我们家的红玉香 那一定是他 同行是冤家 他们做不过你们 就来陷害你们 斗不过也犯不着 把我们家往死里整吧 再说我跟他们家的女儿 从小一块长大 情同手足啊 知人知面 不知心吗 那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除非是 除非什么 他一直都想得到 朝乃杨师傅传给我爹的 八宝五胆红 和至末天书 末经密谱 这就对了 他们一定想要借这个机会 置你父子于死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八宝五胆红 也一定是他掉的包 那封家书 也一定是他设的圈套 不会吧 真对不起 靳公子 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的 如果我不多嘴多舌 不急着去给他要敷药的话 别 无心之事我是不会怪你的 如果八宝五胆红 真的能治好太后的病 我一定会把他献出来的 跟一个人的生命相比 一块儿莫算什么呢 靳公子 没想到 你不是个贪权好事之人 是个真君子 说到君子两个字 我就有点不自在 人生得以知己足矣 我能得到你这么一个知己 这辈子就够了 那你想出去吗 想 我想出去把这一切都搞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怎么出去呢 这事由我来办 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我问你 你放不放人 如果你不放人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放了人 我就活不成了 您总得为我想想吧 我已经为你想过了 我给你想了个办法 我把你绑起来 表示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下官这么一个大男人 被哥哥一个小姑娘绑了 这 这说不通了 那 那你能告诉我一个好办法吗 除非 我这可不是 跟你出主意啊 快说 比方说 我呢 和靳大人 在这儿聊天 哥哥这个时候呢 就悄悄地绕到下官的后面 抄起一条长凳 趁我不注意呢 猛击下去 这个时候呢 你别把他给打死了 死不了 洛霞 你赶快带金公子出去 千万别让他们看出来 那我要走了 你怎么办 我留在牢里啊 你放心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的大恩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 怎么回报 我现在也没想好 想好了一定告诉你 行 快走吧 我走了 他没事吧 他没事 快走吧 快走 请问一下 快走 我们 下手 都 他 现在 恭送格格 敬公子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这个呀 说皇上的金牌令箭 是格格从王爷那儿偷来的 那让他通行各地 绝无妨碍 行 就这么着 拿上他 走了 等等 我呀 还得多说两句 你是读书人 知道的理儿呢 比我们下人多 我们家格格身份尊贵 却情愿为你呢 受着牢狱之灾 你心里可要明白 你叫什么名 我叫洛霞 洛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好名 好 没想到我这个格格还能尝尝坐牢的滋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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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